小彩1.6亿人民币滑雪是什么感觉 当单板滑雪与涂鸦艺术碰撞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大家好我是比利白 今天给大家开箱的是 Solomon和Brandlist推出的 The World涂鸦系列 联名款单板和固定器 设计灵感来源于 英国街头艺术家Banksy的三幅作品 Banksy是谁 有人说他是没有争议的 世界街头艺术第一人 入选时代周刊评选出的 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 却头套纸袋上了杂志 在英国小镇布里斯托 14岁的Banksy就决定 开始向世界宣战 由于涂鸦活动的非法性 他游走在伦敦和全球各大城市 神出鬼没地留下各种讽刺涂鸦 用作品反对战争 讽刺政治 也于商业 Banksy喜欢把大众熟知的形象和符号 变形在演绎到作品中 带着几分黑色幽默 世界在他眼里仿佛是个玩笑 说到玩笑 三年前的那场恶作剧 把Banksy推向了新的高峰 其代表做手持气球的女孩 在伦敦苏富比的拍卖会上 以104万英镑的高价成交 然而仅在落锤几分钟后 画部却突然自毁 一半的画作被隐藏的机关切成碎片 在大众哗然之际 Banksy承认这一切都是他在几年前 把画交给拍卖行时就安排好的 他也把画作重新命名为 垃圾桶中的爱 相较于关注消费主义的作品本身 Banksy把观众和作品的互动关系 更视为他的真正杰作 讽刺的是上个月这幅被毁的残作 又以1860万英镑约合于1.6亿人民币的价格 再次被拍卖 喜欢Banksy的人骨子里都带了些反叛精神 这和单板滑雪不谋而合 从80年代初的早期发展 90年代与双板和滑雪场的抗争期 再到入选冬奥会比赛项目 即使已经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运动之一 单板精神永远还是那么的特立独行 我们的侧向站姿让一切寻规导具 靠边站 The Wall 强势Banksy涂鸦的武器 而对于单板滑雪人来说 我们的武器自然就是雪板 当单板滑雪和涂鸦艺术碰撞 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 The Wall系列就此诞生 这不是萨洛蒙第一次搞联名了 还记得去年和Bbreak积木熊的联名 在陈伟廷同款的顶流带货效应下 炒的价格起飞 本次The Wall系列只在中国和日本发售 雪板的国内售价3798 固定器2398 天猫线上发售几乎秒空 而线下店还在陆续的补货 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良心 本次使用的雪板并非萨洛蒙市售的产品 而是在这几年联名款中使用的 Rocko Camber版型 从中间到两边分别为 Flat Camber和Rocker 雪板的硬度适中偏软 比较适合新手入门 进阶滑行 公园道具 兼顾平花 Flat和Rocker提供了高容错 不易卡刃的特性 而少量的Camber提升了雪板抓雪的能力 以及弹性 增加了可玩性 除此之外 这块雪板也使用了Solomon当家的EQRAID测切技术 所谓的EQRAID就是将雪板的测切变成了三段直线为主的形状 换刃时非常的快速 在直线滑行时也更加的稳定 很适合需要精确用刃的公园动作 比如大跳台和上下道具等等 如果说传统的测切是自动挡 那么EQRAID更像是手动挡 给予滑手更强的自由操纵能力 固定器则以Solomon经典的DISTRIK固定器为原型 取名为DISTRIK LUF 因路弹势中搭载了Solomon的当家SHADOFIT技术 这个技术很像马术选手利用缰绳来操纵赛马传递指令 核心都是通过延长利弊起到省力的作用 凯夫拉材质的导索把软质的怀背和固定器底座相连 快速的将背板处的扭力传递至脚掌 提升了反馈速度的同时也降低了个脚和不适感 也给大家改善了利润的效率 总体来说DISTRIK LUF不仅适合滑行也兼容公园和平花表现 适配THE WORK是非常不错的全能固定器 回归最重要的部分板花 本次学版的版面呈现了BANKSY的三幅经典作品 每幅作品仅对应两款长度 从138到155不等 也就是说具体能用哪个款式还看你和作品的缘分了 版底则呈现了Solomon的7个字母 138和151的长度是画爱心的老鼠BANKSY 钟爱老鼠 它自己是这么解释的 老鼠的存在无需任何人的允许 老鼠被仇视捕猎 它们生存在肮脏和绝望之中 但老鼠却有着能让旁人大物屈膝的能力 所谓鼠背也有强大的力量 作为一名街头涂鸦艺术家戴着口罩 小心翼翼在风黑月高的夜晚开工 它仿佛老鼠一般躲避着警察的追捕 但它相信如老鼠一样的弱势群体 只要团结起来就有能力推倒大象 143和153的长度是BANKSY广为流传的反战名作 目制鲜花的人 这幅作品画在耶路撒冷分隔八一边境 西岸长达700多公里的隔离墙影处 BANKSY用鲜花替换了蒙面示威者手中的石头 倡导和平而非战争 被寄托生命和爱情的鲜花 不是武器而是爱的象征 BANKSY用这幅欲强大的作品传递了反战的思想 而这个蒙面人也许就是他的字画像 正用爱和和平向这个世界存在的强权示威 最后148和155的长度以及固定器的图案 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气球的女孩 或者叫他自毁后的新名字 垃圾桶中的爱 新型气球从小女孩的手中滑落 缓缓地飘向远方 引起了人们的不同理解 有人说这是放飞自由 也有人看到了失落的心酸 但在2004年的印刷作品中 BANKSY附上了这么一行字 总有希望 至于作品希望表达的是为我们失去的天真而心酸 还是描绘期待着爱与希望的到来 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 而BANKSY本人也说了 生活总要有希望 哦对了别怕 这块板可不会滑着滑着就自我摧毁了 有人说BANKSY是世界上最酷的艺术家 也有人说他是疯子 他仿佛是漫画中的超级英雄 默默抵抗着世上的不公和强权 也像超级英雄一样隐世埋名 有人说狂热的单板人是疯子 但有更多的人无比崇尚这项酷运动 当单板滑雪遇上涂鸦艺术 从街头到雪场 和平与爱的愿景永不落幕 如果你也喜欢BANKSY 为单板滑雪而疯狂 不妨考虑一下今年SALOM的The Wall系列 是性能过瘾的好版 同时也是收藏级的潮流艺术品 你想要拥有它吗 我是比利白 更多好玩的新款雪剧装备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